謝謝主席,請教朱主委 請朱主委 許委員好 首先請教你 我們科學園區 人力需求 它的結構 我們分大學 包括大學以上的 這個學歷,跟其他大學 這個以下就是專科啦,高中啦,國中啦,國小啦 等等,它的 這個結果百分比怎麼樣 可不可以請竹科的局長 來,講一下 大概呢,百分之六十呢 大約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大學以上畢業的 那其中有博士大概百分之二 在竹科的,用竹科為例啦 那當然這個 大學以下 沒有錯啦 就說以最新的 今年三月份的資料 你們的統計 告訴我們 大學加壽士加博士 是新竹中部 南部 三個科學園區 一共使用了十九萬 欸,對不起 十四萬九千五百八十八 佔總使用人數 二十四萬七千零五十五的 六十點五 也就是六比四啦 所以 以工業區啦 或說一般來講 那麼 科學園區啊 它是使用高協力 超過 相對低協力的 一個科學園區 那所以現在我們大學 包括大學生 就說大學以上 包括大學 這種教育程度的 失業率啊 朱之偉你了解怎麼樣 我沒有背這個數字 對不起 你了解啦 這個 我數字沒有來 但是我憑我的記憶啊 現在台灣每一百個失業的人裡面 每一百個失業的人裡面 有三十六點六 是大學以上 然後 然後 這個百分比呢 是從 二千 零一年 的這個 九點九一直提高 提高到現在三十六點六 大概啦 我憑印象 因為資料用過以後 有時候 所以如果科學園區啊 它的成長 快一點 好 那 相對的 就可以讓我們 現在台灣的 這個 勞動市場的 供需失衡 這個失衡啊 就是 高協力的 高失業率 也就是說 高協力 它的供過於求 相對於低協力呢 是供不應求 好 那現在我們的政策 籠統的 不准使用外勞 外勞不能增加 所以很多工廠啊 它因為沒有外勞可以使用 也沒有這個低協力的 這個勞動力可以使用 所以它就沒辦法投資 但是相對的我們 教育部製造出來的 這個人力啊 高協力的 猛勢增加 首先讓你看這個圖喔 你看到沒有 看到一條 這個 從低到高 一直 往上衝 紅色曲線那一條 應該看得見嗎 這樣看得見嗎 勉強 勉強看得見 就這一條喔 嘟嘟嘟嘟嘟嘟 衝上來 是 說在 2000年的時候 大學以上的 這個失業率啊 僅高於 國小以下的 也就是說 是低失業率的 第二名 它現在變成高失業率的 第一名 所以台灣的這個失業問題 應該從大學 以上的這個協力 這一個 協力層 去做努力 所以 重大的責任就放在 科學園區啦 因為只有科學園區 使用高協力的 人這個 結果呢 人數比 是大於低協力 6比4嘛 可是委員 有一部分我同意 可以說嗎 那你說 好 我同意啊 就是說科學園區 用的高學歷比較多 那 可是要解決 目前高學歷的 高失業問題啊 不在於科學園區 本身現有產業的 擴張或者提升 而在於創造新的 新的產業 所以一定是新的產業 才能夠拉動 拉動那個 對 但是這不衝突吧 是 不衝突 那個經濟學人 其實去上個禮拜 有一篇專門的報導 他叫做 Jobless Young 他說全世界都有同樣的現象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台灣單獨的現象 但是我們解決 因為全世界先進國家 已開發的國家 都有這種現象 是 所以 這個企業啊 先進國家的這個企業 才會出走到新興國家去 使用他們 低協力的勞力嘛 是是是完全對 這個真的很清楚啊 這個全球化 全球的布局啊 對 但是相對的 要研究就是說 你這個國家的這個 高協力 高協力 來自於高協力的話 對 你除了本國的 這個 就業 高協力的 就業 就業需求創造以外 你還要輸出高協力的人才到其他國家去就業嘛 這個 這個就解決失業問題啊 對 齁 那在這樣的一個經濟作為之下 然後全國呢 生活水準不斷提高 政治越來越清明 齁 政府呢 給人民越來 齁 越信賴 齁 對不對 那大家來諸師打理 嘿 對不對 互相尊重 都很有禮貌 那這個就是個幸福國家 齁 齁 你看喔 再來 我問你了齁 我們 科學園區所使用的 大學以上的 這個人力啊 佔整個國家使用的 大學以上的 這個人力啊 的百分比 齁 大概幾% 沒有 對不起我 沒有 真的背不出這個 這個從 2010大概4.1啊 那提高到現在大概4.7啊 所以是有提高的 那這個是相對的提高 相對的提高 可能 就是科學園區 齁 發展 比一般 園區外的 這個 這個產業的發展 來的快 可能呢 是其他產業 齁 非科學園區 齁 的這一個 齁 它的產業發展 退步或是相對太慢啊 這相對的嘛 所以啊 這個百分比啊 是有必要再提高了 你科學 因為我們 這個應該做專業研究啊 你是 學有優責事啊 那應該把專業帶到 食物上來啊 所以在研究的話 就是科學園區對台灣經濟 發展的貢獻 不用想當然了 齁 你看它產值 它產值佔多少 現在 整個科學園區的總產值佔整個國家 齁 齁 這個 這個GDP 好了 百分比多少 那再打我一下 它是兩兆多嘛 百分比百分比 那全國大概14兆嘛 那百分比多少 七分之一吧 七分之一就是13% 14% 差不多 哦 13% 那你用的人力是4.7% 你的產值是13% 表示它是非常資本密集 它是非常技術密集 它是相當的 這個 腦力密集 低勞力密集 腦力密集 對啊 腦力密集 相當高的 Brain Power 相當低的 一般的 這個 Level 一般的這個Level 一般的勞動力 所以 所以我們不是要將科學園區啊 要將科學園區 的這個 所謂 Brain Power 這個百分比 降低 希望還更拉高 但是這邊產生的一個就是間接的 隱身的需求 所以說我們的產業 我們在科學園區裡面的這個產業 它到底 對經濟的 加值 不是它本身的加值 不是它個體 企業的 這個 生產的加值 而是它對整體經濟的加值 例如說 它找協力廠 它技術轉移 它這個下游 供應鏈 下游的 這個 這一個 供應鏈啊 不是上游 是下游 這些有沒有產生聯手效果 那這個聯手效果是逐年提高 還是逐年下降 所以 科學園區 簡單講是造就 個別 企業 還是造就 總體經濟 是造就一個人 大老闆賺錢 還是造就 國民所得 普遍的提高 這都要研究啊 不要傻傻的一直 支援一直 投一直投 投到裡面去 效果不髒 那最後不知道我們 這 結果經濟效率 也就是說 支援的 配置效率 會降低啊 這就都可以研究了 你們都不研究 我們有沒有研究外衣 有沒有研究 你看有些人就代工啊 從國外進口原料 機器設備 然後找台灣高協力的人進去 然後 這個 直接出口 它 並沒有產生 延區外的 這些產業的 聯手效果 目前可能 這些 沒有研究 目前不是那麼多 那所以 如果有聯手效果大的 齁 我們就要獎勵啊 聯手效果小的 我們就相對的 就不應該獎勵那麼多啊 讓它 它對總體經濟貢獻多的 可以優先 齁 使用 我們科學元器的資源啊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資料啊 真的 我們要想想看怎麼去收集 比如說 這個很好研究的東西啊 不是我舉個例子給您聽啊 台積電 抓晶片的那個 晶圓片的那個 機器人 嗯 是上銀科技做的 那 我除非有台積電的資料 台積電廠商的資料 我 那如果不是佐永才跟我講 我不會知道 對 可能要到廠商的層次的資料 我才抓得到 台積電有多少是 跟國內 看它的採購就知道了 對 那我要看它的採購啊 從這個 投資 從投資的記憶設備的這個採購 到 它 變動成本 或是原料啊 等等的這個採購 有些是零組件進來 齁 所以這邊啊 這邊啊 是 我覺得 舊台灣的新的經濟啊 不是 不是促進出口啦 這個結果不改變 不改善 齁 促進出口的結果會怎麼樣 會在國際 齁 價格 這個 水準 固定的情形之下 然後假設不變的情形之下 造成 國內要 廠商 要跟國際的廠商 競爭 這個出口競爭 競爭力 結果它 它就會去尋找 低成本 的生產 的這個供應的來源 齁 包括人力物力 所以 弄到最後 它不是短期要求 我們央行 台幣貶值 欸就是自己 自救 跑到國外去投資 所以 這個結果不改善啊 促進出口的結果是把 叫長期而言 是把企業更嚴重的 逼 到國外去 對國內 越來 是越嚴重了 也就是說 開湊藥方 經濟手段 開湊藥方 所以呢 做 比沒有做 還嚴重 所以 所以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人響應 我一直 已經喊了兩個禮拜了 台灣現在進行進口替代 進口替代 我會跟管主委去轉達 要進口替代 所以 從這些 你科學院區 從這邊 就可以研究出 很好資料 這個不用博士啊 這個說實論 你就可以寫啊 你不是在台大教書嗎 找幾個學生 弄個說實論 你就可以 把這個很簡單的 計量模型一套 個體資料 總體資料 拉過來 做一個研究 各廠商 總體資料 各廠商的個別資料 都去搜尋 弄出來 就很好了 但是我看每一年 以前 我當地委 今年又不是第一次啊 十幾年前的報告都差不多啊 只有私自改一改啊 那個結果內涵 沒有真正深入研究 去做 這個分析啊 謝謝委員會的資料 所以啦 弄到 弄到大家都很悶啊 英雄毋用之地啊 理論練得很高很多 但實際應用呢 找不到地方去發揮 因為我看到 時間到了 對 再幾秒鐘 因為這一次看到說 你是在台大經濟系教書的 我才會跟你問這個 感謝感謝 不然我對台灣一直搖頭 我不嘆息啊 因為不是我的錯啊 當時我對台灣的人 真的搖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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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比台大帥喔 人才這麼多 閒著在那邊 又慌又悶 所以這個專案研究 不然的話 這些預算都是 都是盲目 盲目審查 謝謝委員的指教 謝謝